可能球速感觉特别慢 不像以前我们在印尼馆 它速度因为风向和速度很快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我们还是 有去出现困难的时候 我们有去做好困难的准备 而且也坚持下来 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的好的地方 我觉得也是就是跟以往不一样 就是球会比之前慢 然后中间打到第二局的时候 其实也挺困难 然后对手也针对我们的战术去打 然后但是我们到第三局的时候 有去转变过来 我觉得 那你们有注意到 因为自己你们最近的一个观众区 然后上面会有一个 就非常疯狂那种粉丝 你们有注意到 有因为可以说 每次在这边打都是 就是感觉从第一天开始 就那个球迷就特别多 而且就都很热情很疯狂 而且他们感觉他们都在上面 喊啊叫我都不会累了 可以坚持一整天 我觉得这就是挺厉害的 会给你们造成影响吗 因为声音确实还挺大 会有一点吧 而且在场上会 就是感觉有时候会分心 但是还是有不断地就是提醒自己 因为我们来这个馆应该 可能打到三次了吧 所以就还是比较适应 而且在这个馆 当他给我们 让我们分心的时候 我就一直会提醒自己 所以一定要集中精力 然后我想就是听你们来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我们这一次 集训结束之后 就是对你们有什么样的提升 我觉得还是整个的稳定性 然后还有我们的整个的防守的能力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提高 然后还有就是在发街发这一块 就是没有说像之前事物那么多 就是还是之前比如说可以打个三拍四拍 现在我们可以就是连关起来 打个七八拍这样就可以保持 我觉得就是在防守方面吧 这次集训结束针对我们两个人的防守 就是练了很多 所以说我觉得在防守方面 我们有比较好的表现的进步 可以让我们在场上 就是当我们打不死对方的时候 也能让我们更多的去 更全面更多的去变换我们自己的战术 然后最后就是粉丝要求 想让你们用家乡话给自己加油 福建话 宁波话 还会说吗 想一下 就我是谁 为我加油就可以了 想一下 想一下 我都不会讲我自己 他是福建人让他教你一下 不是 我不会讲我自己的名字 不是 名字用米兰话我不知道怎么讲 他教你 他说不见人啊 韩晨凯怎么说 就是 就是没有讲这个 感觉讲出来越来越好 那你就 韩晨凯 请你为我加油 等一下 等一下 是什么 我叫周浩东 然后呢 大家请大家为我加油都可以 你自己想说什么我可以 有点不太会讲 我就还是普通话吧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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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中国人 我叫周浩东 请大家为我加油 我叫周浩东 请大家为我加油 谢谢 现在到目前我也只有 韩晨凯一个人用的家乡话 是吗 我只是咱人手会